大家好 我是你们好朋友喵哥 之前喵哥给大家讲了这个车险的构成里面 这个车损险跟你的车子价格息相关的 那么有朋友也问喵哥 说喵哥那为什么这些开百万豪车的人 只买个交线险就上路了呢 今天喵哥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点呢是对于这个车险认识 很多人认为自己我都开了十年车了 所以不知不觉就产生了迷之自信 认为自己这个车技很好 我开车很稳 我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用过保险 所以我买个交线险就足够了 这是第一种自信型 第二种呢就是你别看他是开了豪车 其实呢买豪车的目的是为了这个撑门面 你看着这个车上百万 车存险弄下来都要上万了 所以呢每年买保险的时候感觉比较漏腾 我们别看的街面是很多人开豪车 但实际上这个银行里面都是负数 所以呢他们在每年买车险的时候 实际上过得比你还纠结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对自己的车子非常自信 觉得反正我这个车子很贵 我在路上跑旁边的车子它都会烂走 哎你不难的话你不行挤到我了 你就得这个换一大笔的这个费用 帮我修车对不对 而且我自己开车呢 加上对自己的车技比较自信 所以呢一算下来就干脆把最大的那一块 车省险把它省掉了 由于有很多豪车其实都是用来这个做生意 用来撑门面的 对于普通的家用而言 你开个这个三百万的豪车其实真的意义不大 所以说这些豪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它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 由于这些豪车的车主呢多半都是这个老板 你也知道这个老板在这个生意上都会这个精打细算 所以呢他把这笔账算得很细 通过自己多年的经验和自己多年生意的大数据 一算下来觉得这个车子的车险这么交非常不划算 干脆最后就买一个交线险 有一些厚到一点的呢还会加个第三的责任险 有一些不厚到的就一个交线险 所以就裸奔上路了 以上就是喵哥给大家分析的为什么有钱开豪车 却没有钱去买车险 如果大家觉得喵哥简单实在 你认同喵哥的观点给喵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好不好谢谢大家